Good morning guys 这些我们要制作一个资源提取工具 来提取客户端中的资源文件 替换成我们想要的资源 一般在一些私服上会使用这种技术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步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了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黎明之光 Daybreak OK 这是这个游戏的样子 这是一款3D游戏啊 好了我们再出游戏 根据客户的要求 他希望能替换这个客户端中的 资源文件比如贴图音乐和脚本 来实现一些他想要的功能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找到资源包的位置 这些UT中的贴图资源和脚本资源是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去客户端的目录查看一下 比如这个目录这里有很多SPK结尾的文件还有一些我们比较敏感的关键字比如UI Video Use Atom 基本应该这就是我们需要找的文件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文件的大小 比如说最大的Map这个文件居然已经达到了1.2dB 通过这个文件名和大小基本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来找的资源包文件 我们把它写下来 第二步我们要分析这个所谓的SPK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格式是什么 我们只有得到了资源包的结构才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制作出工具 想要分析资源包的结构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动态分析加上静态调试 动态调试的话我们首先需要附加它的游戏进程来后可关键的函数 我们进入游戏 在这个位置我们不可以只看到登录器的执行文件 正常来说登录器不会加载 正常来说这是个登录器 登录器并不会加载我们需要的游戏资源 我们现在进入游戏 在这个场景中已经把所有资源影响得进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进程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eathbreak Beam才是真正的游戏客户端 所以我们应该后可游戏客户端 而登录器我们是不需要的 而且后可的时机很重要 我们不会在这个已经把所有资源加载进来以后再去后可 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 分析不到它的加载过程 我们主要是分析它的加载过程 如何解析SPP资源包 好 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好了 我们现在打开调试器 直接把我们的客户端文件拖进去 回到刚刚的地方 我们需要在两个地方下上段点 一个是CreditFile和ReadFile 我们直接在CreditFile下一个段点 接下来我们执行客户端 如果这个段点被触发 说明它就是实用 这个函索来加载我们的资源包文件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继续追踪 接下来我们继续执行客户端 看这个段点会不会被触发 现在段点已经被触发了 我们走几步看一下 我们注意留意这一个对战窗口打出来的信息 这应该是再加载一些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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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出现了第一个 .spk file 它已经开始再加载SPP文件了 我们再继续走 再继续走 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过程基本就是不停的再加载 这些SPP文件进来 我们回到用户代码区域 接下来我们开始静态分析 通过静态分析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 代码的执行逻辑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比动态分析 分析效率会更高一点 我们打开RDA 让它分析一下 我们把这张码输入进去 我们直接来到返汇边窗口 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代码 我们可以把它改大一点 That's too big 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关键的参数调用 比如这里调用readfile 对 setfile pointer readfile 而且RDA还是很厉害的 帮我们把一些关键的参数都已经自动重明明了 当然这做的工作还是完全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好的 分析工作告一段落 我们对这个SPK文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结构解析 它是一种分页形式的存储方式 每个页的大小或者说每个table的大小 大概是1000或者2000 当然这是16进程 然后一共有三个table 第一个table是hashtable记录着文件的hashi值 第二个table是blocktable记录着快大小 然后第三个table是zerotable 很多时候都是零值 我们不需要考虑 然后接下来整个文件值到文件 全部都是文件的data 所以说我们要处理前面两个table 一个hash 一个block 把这个hash和block 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值 其中每一个区块专别进行了压缩操作 我们接下来展示一下关键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代码是用来处理hashtable这个区段的关键代码 从里这段代码也用来处理blocktable zerotable 我们只需要把它table里面包含的信息 hash值和偏移值计算出来 然后修改这个data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已经写好了一份 一份原码 这个原码包含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这里就不从头开始写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份原码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代码的支行楼件 关键的几个函数 第一个openspkfile 打开spkfile的文件 然后呢 对啊 这段函数里面 也是这个spkfile文件进行了一个解压操作 并不是把文件保存到硬盘上 而是说把他的压缩信息解压出来 还留在内存中 然后接下来你在执行export这个函数 会把资源给他正式的导到硬盘中 然后最后完事之后 你只需要执行这个replace函数 replace函数会把资源进行一个替换 最后save一下 所以说我们主要看这三个函数 第一个是open 第二个export 第三个replace openspkfile 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关键的处理地方 打开文件地方就不用看了 这里面关键的是这两处 一个是解析hash值 第二个是block table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关键的这个table 把这两个table解析出来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文件hash值和偏译值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来说 这涉及到一个 基本上是一些简单的易货处理 固定偏译加易货 然后配合密码表 这就是我们从刚刚分析中得到的密钥 密码表 然后我们把算法实现之后 sbk文件的格式一览无语 接下来就是直接执行导数操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导数换数 导数换数是第一句刚刚已经得到的block table的偏移值 来计算其中每一个文件的偏译值 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map hashed path sbkfile不包含 名称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spk这个file里面 它不包含名称表 是因为很多游戏为了优化资源大小 它把这个名称部分转成所谓的 哈希纸 或者其他一个 它把名称部分成一个hash 或者一个URD这类的东西 来代替我们在开发阶段所使用的目标名称 这样可以极大的减小提及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导出来的文件虽然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没有名称 这样就很麻烦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得到这一个名称表的 那是因为在客户端真正执行的时候 它最终还是要通过名称表 来反向的转回hash 或者是URD 然后在去spk文件里面去寻找 所以说最终在游戏执行了业务逻辑的时候 它还是会暴露这些名称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动态分析的方法 把名称表给它提取出来 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能提取出来 但是大部分名称还是可以被提取出来了 其实刚刚的名称 是来自于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我从游戏中提取出来的 这个文件我把游戏中用到的大部分目录和名称全部都填写了进去 这些全部都是在游戏中使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 把它们全部汇动下来 得到了这样一个文件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这一个hash其实就是读取这个文件 通过hashk把它读取出来 这样在我们导出到硬盘之后 文件会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文件名 大家有了目入名之后 根据目入名和后准名 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何种文件格式 来把文件置于正确的后准名 方便之后的修改 然后最后是把文件写到硬盘 那replace就更好理解了 既然有了这种方式 我们只需要从硬盘中读取到我们的文件 然后再把它反向写回sbkfile 就可以实现我们功能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演示一下 我们把随便找个文件 比如说UI 然后脚本 把UI和脚本资源提取出来 UI和脚本 然后我们先打开 打开UI 解压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UI资源 包括后准名 全部都被解析出来了 默认保存到目录下的 Appsport的文件夹 然后以路径格式保存出来 我们再尝试一下 另外一个spk文件 比如说 scripts 这一个 好了 成功了 这里面大部分包含的是一些路马脚本 这些注释非常完成 对于我们分析游戏的客户端逻辑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大部分游戏的客户端逻辑就是通过这些脚本来实现的 有兴趣的人可以在上面添加自己的脚本 修改这些脚本的执行逻辑来实现 资金逻辑的功能或者一些其他的功能 对于脚本和图片都是一样的资源处理方式 是的 我们接下来希望替换一张图片来游戏中看一下有没有实现效果 我们再次打开这个Evanspree 怎样 我们需要替换一个文件来看一下有没有替换成功 OK 这有一个logo问题 我一个logo 搞一下 比如说 编辑一下吧 我们找一张图片 最近川普也是刚选了 恭喜他 我们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保存 OK 我们现在替换 太多我还做了一个筛选功能 替换 找到我们刚刚替换的一个文件 就是川普 Mari is Trump 川普 Mari is Trump OK 替换 成功了 然后保存 呃 换一个叫做 U I Nuke 换一个叫做 Ui N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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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成功 我们先把它替换一下 以防万一先备份一下 把这个换上 然后布置 提换 呃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我们进入游戏之后会看到川普先生出现 OK 我们成功看到川普先生了 我们的资源提换也已经达成了 这一步的成功就预示着其他所有资源都可以提换 包括贴图啊音乐啊脚本啊 可以实现很多我们自己的功能 很多游戏已经停运了 然后一些热心玩家想要把游戏再次运行起来的时候 就不得不面临在没有圆满的情况下 对客户端的资源进行修改的替换来实现一些自己的业务逻辑 这时候分析资源包的文件格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了 这份代码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又展示完整的分析和编写的过程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好的再见 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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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